东美姑娘买东西会跟别人砍价还价 那必须的 等一下是这样的 上海男人啊 他们是最会守住自己价格的 你演一个上海小贩 师姐呢就是东美人 砍价 别砍人就行 那不一定 那保不齐 多少钱一斤呢 你卖什么呀 我卖什么 我也不知道 我上海多少钱一斤 大姐你这样吧 师姐一杀的就是 我卖包子 对 卖包子 热闹热乎的包子 别招呼了 人都来了 包子怎么卖啊 薩海花 薩海花 包子十块钱一个 薩海花 啥包子那么贵啊 我这个包子跟别人的包子不一样 我这个包子里面没有肉 那是馒头 这个就贵啊 十块钱一个 对 太贵了 太贵了吗 十块钱十个 说给我了 十块钱十个 好啊 可以吧 姑姑奶奶 这样吧 九块九一个 我数学不好 你便宜点 别带零头 一说这酒 我马上就晕了 十块钱十个就这样了 行不行 给句通关话 不行我走了啊 你说你怎么 喂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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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男人很明显的 苏拉 还真是这样 给你 我来塞 东北姑娘还真是这样 不愿意跟你啰嗦 是吧 直接了当 对 哎 但是遇到那个 台湾卖东西的 他就不行了 哎呦 对 你来一个 你也才卖包子 卖包子 台湾人啊 来哦来哦 哦 好吃的包子呢 来哦来哦 哎 小姐 哇 你长得很漂亮呢 来来来 跟我买一下包子 买包子 多少钱啊 你那么漂亮 不用钱啊 那拿走了啊 哎 我还没讲完啦 哈哈哈哈 抢劫啦 抢劫啦 喂 抢劫啦 你可 东北姑娘多实惠 人家就拿走 性格就这样啊 你说不要钱 人家就拿走 对啊 人家话还没说完 他就拿走了呢 这就是东北女生的性格 能动手 都不跟你废话 对啊 哎呦 韩国都买包子 来来来 都买包子 到底是买包子 还是买包子 买包子 买包子 来 来一位 小姐 小姐 你好 你好 饭豆 饭饭饭饭饭饭 我没讲过我 你说什么 胡说八道什么 哈哈哈哈 听不懂 没有 没有 五百万我们赶 五块钱啊 五百万 五百 哈哈 五百万一个包子啊 韩币 韩币很便宜 韩币我没赶 我给你 啊啊什么 羊羊羊羊 她想尝一尝 她想尝一下 不尝不尝 我听不懂 我听不懂 羊羊羊羊 哈哈哈哈 听不懂 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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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给我去吗 给你 拿钱了 哦 抢钱 说到中文了 哈哈哈哈 好冷啊 自己握入了 你看那边五百万 还是我十块钱的包子核算 还是长沙卖包子的最好 哎呦 长沙卖包子 来来来 长沙卖一个 长沙卖一个 买包子来 买个小包 哎呀 站得蛮好 没赌 卖包子不了 不买 哎 直接不买 直接不买 因为前面前面包子买过了 前面买过了 买过了 家里已经买了几十个包子了 买过了买过了